吸水越來越湍急 民眾跟志工還在抬著桌子 緊急撤離 十一號中午十一點十五分 氣象局就針對大暴息 發布山區暴雨警示 緊接著十一點二十三分 新北市大暴息也響起警訊通知 明明有警訊為何民眾還是可以進出 警方透露新北市災防中心 下午三點六分 才將大暴息列為警戒區 跟吸水暴漲時間足足間隔兩小時 在這之前進出的民眾並沒有違法 但很有可能就在這個時候發生意外 洪水來前會出現三種徵兆 包括洗頭水水面混濁以及水流加速 若遇到你撤離的時間 其實只有短短十秒不到 那洗頭水就有點像是海浪的感覺 水是一個水平面這樣一起過來 你的水會變濁 因為它的水量變大之後 它的枯葉 枯枝 還有一些泥沙都會混在水裡面 所以它的水源會變濁 熟知山芋的人都知道 不只是看溪水 抬頭看看天色 有要變陰天下雨 就要趕緊撤離 上游再下雨 等到滔滔泥水沖刷而來 要撤離都很危險 老話一句 下雨天還是別到溪流邊活動 改天再來 華人新聞告訴我 劉俊男 新北報導